直播了一下 今天状态稍微好一点了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 来直播间600多个人 马上1000人了 咱们把赞扎点一下好吧 给阿伟赞扎点一下 没事啊 没有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的 对不对 遇到四期就解决未停 遇到未停就解决未停 是不是 家人们 我会加油的 既然这么多说说爱歌集们都为我加油 那我也会好好加油的 但是加油 我不一定要 就是非要做这个公司是吧 非要非要跟他们 跟他们合作对吧 感谢点赞谢谢 来直播间1200多个人 马上2000人了 咱们把赞扎给阿伟点一下好吧 欢迎来到直播间 直播间说说爱歌集们 一直以来对阿伟的支持和帮助和陪伴 我也放在心上 感谢你们 感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 谢谢 受了礼物 不用受礼物啊 家人们 不用受礼物啊 就给阿伟点点赞就行了 感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 很多东西不是我想的这样子的 知道吧 因为计划没有变化快 说实话 晚上好 晚上好 直播间说上一个节目 直播间2000多个人 马上3000人了 咱们把赞扎点一下好吧 马上下载了 咱们把赞扎点一下 感谢加入粉丝团 晚上好 感谢观众 加油是吧 我会加油的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 我觉得很多东西 我也是冲多了一点 冲多了一点 但是呢 我觉得真的 现在这样子 让我觉得很累 那我觉得很累 所以呢 我也想了很久 我决定了 我心里面已经决定了 阿子在哪里 是吧 阿子应该 应该在上巴 阿子在卖菜吗 好像没有卖了 应该在上巴 我喂过他 他说的是在上巴 但是不知道 像你们说的 卖菜啊 是干嘛 唉 是我对不起他们 没有给他们一个 更好的未来 我想是把他们带出来 就给他们一个好的平台 好的未来 那结果 很让大家失望 也很让他们失望 在卖菜是吧 卖菜的话 那那还好 对吧 我联系他了 感谢点赞啊 直播间三些多个人 马上四些人了 咱们把张赞给阿伟点一下 好吧 张赞给阿伟点一下 感谢点赞 感谢关注 谢谢 感谢关注 他这两天可能有点忙 有点忙 然后呢 也没有 也没有给大家更新视频 我这边 我这两天 我想好了决定 这两天 我把公司的事情给处理好 然后去见他 因为 因为这两天 现在我跟公司们的 每个股都也 也合作的不是很愉快 他们也觉得 我做的不够好 那么我自己 我也不想年累他们 我想 我这边 我想撑出来了 撑出来之后呢 就我把这几天 把四七七处理好 然后我就去找他 知道吗 找我西上的那个人 对 你们猜是谁 我西上的那个人是谁 我一直没有放弃 一直没有放弃 只是等个机会 等个时间 我这边 我把我的四七七处理好 因为我不想就是说 我不想和我心上的那个人在一起 然后呢 也有很多工作的压抑 我把工作的事情呢 就先处理好 处理好之后 安安息息的去做一件事情 对吧 哪怕就是 事业没有了 也有 有爱情就行了 是吧 我把我心上的那个人带去 从头再来 从心开始 一步一步的我上爬 我相信 也会越来越好的 因为直播间四千多个人 马上五千个人 咱们把账账点一下好吧 因为现在主要是 几件事 都弄在我头上 我也很累 我也很有压力 知道吧 然后呢 现在主要的一点是 我公司这边呢 虽然 我和唐走 陈总 我们都还在谈 就是说 将来 就能不能愉快的合作下去 还有发走他们 但是呢 我 他们 也是 包括唐走也很 就是很支持我 也很希望让我 就是好好地 再次把工作给做起来 把公司给做起来 但是我 虽然还在谈 但是我心里已经决定了 我 真的不配做他们的 股东 也不配做他们的好朋友 所以我想决定 我想好了决定 我想放弃了 我想放弃自己了 我不配 不配做他们的股东 也不配做他们的朋友 我想这几天把工作的事儿 公司的事情 处理好 处理完 之后呢 我就去找我习上的那个人 然后重新开始 从头再来 大不了就从头再来 你看 粉丝们一直让我 从头再来 是吧 来感谢点赞 直播间 四千五百多个人 马上五千人了 咱们把赞赞给安伟点一下 好吧 没有关注安伟的 关注一下 感谢 感谢 感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 谢谢 谢谢家人们 谢谢家人们 一直以来 对安伟的支持和陪伴 是我让大家失望 是我做的不够好 其实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我当时想的是 我出来 然后呢 就把公司做的更好 然后呢 就给 儿子阿姨 他们一个更好的 更好的工作 更好的未来 知道吧 但是呢 计划没有变化快 没想到 回到公司之后呢 一趟 一趟乱七八 做的这个样子 那最主意 都是我的错 是我做的不够好 知道吧 我也没有怪一个 我也没有怪任何人 是我做的不够好 对 感谢点赞 谢谢 加油是吧 没有油了啊 怎么加呢 感谢 感谢点赞 谢谢 知道你们 你们一直以来 对我也很好 也很关心我 很爱子 别人很真实 是我对不住大家 感谢点赞 谢谢 没有关注的 关注一下 谢谢家人们 谢谢 明天会更好 是吗 希望是吗 感谢关注 谢谢 谭祖也一直 给我 希望 为我加油 因为 说实话 他爸跟我爸的话 关系特别好 也是横坐了好久 好久 然后呢 现在 他 听说公司这边 有很多事 他就回来 回来 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呢 最近的话 是我自己状态不够好 因为 爱情爱情不顺利 然后事业事业也不顺利 我也 觉得很累 心里面很有压抑 加油年轻人 谢谢你们为我加油 男子很爱你 我知道 我知道他很爱我 我也很爱他 我也很爱他 谢谢 他只在等你是吧 我也在 我也在等他 谢谢 说了 莫及了 谢谢 菜几 我这边 现在 现在我也不可能 就是一直在忙故事 然后就 那种 我 我是想的是 能把事业做起来的话 就做起来 然后 做好 然后去找 找我 西上的那个人 如果做不起来的话 我也把它处理干净 对吧 就是说 把公司的事实性 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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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爱奇呢 我想提提大家的意见 你们给我一些建议好吧 因为我现在很迷茫 只能选择一样知道吧 要么就选择爱奇 然后把公司就不住了 公司就放下了 然后去选择爱奇 要么就做公司的话 只能安安兮兮的去做公司 就选择 选择 只能创业 选择创业 如果与你们的意见的话 你们会选择什么 我想提提大家大多数的意见 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直播约4800多人 马上5000人 来站在给安慰点像 大多数的人说是选择爱奇 一部分的人呢 说选择事业 那我该选择什么呢 我真的让我很为难 真的 你们说我安慰应该选择爱奇 还是选择事业呢 二选一 只能选一样 知道吧 二选一 来直播线5000多个人 马上6000人了 咱们把站上点一下 好吧 站上给安慰点一下 没有关注安慰的 给安慰点个关注 以后呢 我就查用这个号直播 用这个号 放视频 然后呢 大家没有关注我的 关注一下 我以后去就是 只要有时间 我也给大家直直播 然后呢 给大家聊一下我的期况 个人的期况 两样都选择是不行的吗 二选一的吗 只能选择一样 如果说实话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思想啊 我个人的想法是这么小的 如果说让我选择事业 还是爱奇的话 如果现在在让我去 去就是从头开始的一个 打一个恋爱 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事业 但是呢 比如说你们说 让我选择事业 是选择阿子的话 那绝对我会选择阿子 因为阿子 我们两个是一路走来 点点滴滴 虽然没有确定关系的在一起 但是真的很多回忆 很多有点点滴滴 一路走来过来 甚至呢 是让人忘 不是那么简单的忘掉的 知道吧 但是呢 说实话 很多东西呢 就是说 一现在阿子 他在卖菜也好 或者就在上班也好 我觉得是他 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 对吧 自己也有自己的思想 也是他选择的一样 对 那么我觉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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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